8月25号,网传中国成功试飞歼10TVC战斗机,该战斗机装备了中国首款矢量喷口发动机。 前几天,社交媒体流传一张疑似是歼10战机,换上矢量发动机照片。 矢量发动机是喷口可向不同方向偏转,以产生不同方向推力的一种发动机。 这种先进的发动机,重量轻,机动性好,一直深受各国的喜爱。 当下全球服役的战机,只有美国的F22、F35以及俄罗斯的苏35才使用了这项技术。 我国在该领域还比较薄弱,目前虽无法造出矢量发动机,但配备该发动机的战机倒是有。 这就是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5。 首批四架苏35已于青年年底交付,外界一直很好奇,中国何时能正式入列这款号称最接近五代季的战机。 我国无间大校11月30号就表示,苏35正按计划进行各项活动,进展顺利。 紧接着官邦又透露,我国接受的新战机开展实弹打靶训练。 据对策,这很有可能就是苏35。 从两件事中可以透露出,我国正有条不紊的熟悉苏35的各项性能。 也许我国能在青年,同时在歼20和歼10上试验矢量发动机,都离不开苏35对我国科研人员的启发。 如今我国战机换装10辆发动机进行试飞,将带来哪些影响? 首先,歼10系列的型号不会止步于C型,将会出现更多的改进型,性能大增。 未来一旦换上有缘相控阵雷达和10辆发动机这两大先进装备后,不仅能提升我国昆虚实力,还能吸引海外客户的青睐。 毕竟这么先进的战机,在全球都属十分罕见的。 其次,装上国产矢量发动机的歼10,很有可能是陈飞的单发五代验证机,真的让我国快速添加一种新型五代机。 毕竟坊间早就有传闻,陈飞还有一个中型五代机项目。 最后,在掌握矢量推力技术后,我国很有可能会将其运用到涡扇15发动机上。 一旦歼20换上该发动机后,将能彻底摆脱心脏受陷于人的局面。 所以说,此次歼10战机传出是非矢量发动机,对我军意义重大,丝毫不亚于歼10的问世。 我国若能快速从发动机被掐脖子的状态,直接弯道超车,到研发矢量发动机,将能极大的拉近和美额之间的差距,让我国航空业再上一个台阶。